各位朋友大家好 当我们驾驶的车辆出现故障 需要其他车辆牵引拖拽的时候 那么车辆全部都会隐藏着一个安装挂钩的地方 但一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如何在挂钩上固定绳索 这个就会很少有人知道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五种常用拖车结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 将绳子双折叠一长一短 然后将绳尔从底端窜上来 窜上来之后 长绳子双折叠窜过绳尔 收紧副绳 然后将副绳缠绕主绳一周从底端过来 双折叠窜过主绳的绳尔 然后收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应急拖车结 它受力牢固 不会松动也不会缓截 而且它有一个极其强大的优点就是 如果你不用了想解绳的时候 非常非常轻松 只要你拽下这个绳头 它瞬间开解 车辆救援时 你不知道你车上或者是对方能拿一个什么样的绳子 那么原绳适合上一个视频 如果是扁带或者钢丝绳之类的呢 看这里 从底端窜出 无论是扁带还是钢丝绳 都是用这个绳结 而且做法简单 然后要这个牵引过一周之后 将绳头从这里穿过 这样以后它就形成了一个压点 然后再穿过一周 再收紧 大家看一下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压点 紫节点牢固 而且做法简单 钢丝绳也好 扁带也好 还是圆绳 出绳 细绳 都适用 你在受力的情况下 它不会缓节 不会松动 当车辆牵引完毕 需要解绳时 向前那个传动一下这个主绳 很轻松的就开绳了 第三种硬移拖车结 单绳从底端窜过 围绕这个柱体一周之后 然后再次窜回 它这个跟第二种有相同之处 注意啊 然后再次将绳头从这里窜出 窜过这个绳 主绳那儿 收紧 它这里就牢牢形成了一个十字压点 压紧绳头 越受力越紧 做法极为简单啊 所以说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啥呢 绳子在受力时 不会松动 不会缓节 非受力的状态下 你向前传递一下这根主绳 它就瞬间开结 适合各种绳型 来看一下 第四种应急拖车结 绳子一长一短 右侧为长绳 左侧为短绳 将长绳双遮叠压在短绳之上 然后短绳围绕绳尔缠绳一周 这个节点不要缠太紧 然后将绳头向右侧推进之后 左手拉击绳尔 双遮叠窜过 然后我们收紧主绳 一个应急拖车结就完成了 这个绳结在受力的情况下 能瞬间抱紧肚体 大家看效果啊 而且不会松动 不会缓劫 当你在非受力的情况下 想解绳时 你拽下这个绳头 要开 来看第五种 底端窜过 围绕一周 再次窜入 大家看到 它是不是像一个双向平结 对吧 然后将绳头 绕起一周 再从主绳底端窜过 我们收紧 此节点 在受力时 能牢牢压紧 你不用担心的开不开 不会开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而且 不用时 我们向解绳 瞬间开绳 非常非常实用 以上是五种应急拖车节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喜欢的老铁 收集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